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 欢迎来到神汪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帮我编辑部正向部浪费冷气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第一件事跟大家讲一讲就是 陈启宗 因为之前经常说他会讲的东西 但结果也没有讲的 那到最后这两天呢 现在又要讲一下 到最后这两天是为什麽的 那现在呢 今天就会是 最后一天有神汪直播 明天就会是最后一天 那之后 应该就会停十几天 希望十几天之后呢 我就可以回来 但是 现在是未知的 这个我也要讲给大家听 就是十几天之后回不回来 或者之后怎样做节目 可能十几天之后有其他想法 所以 有些事情不清楚 希望呢 就尽快可以决定到 那么尽快决定到 什么时候回来的那些呢 我就提早一点点 在《摩托编辑部》 《正向暴沙冷气》 还有在Facebook那里 就告诉大家 我微信也可能会说两句的 可能 不知道 因为 用微信的话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 有些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因为近期的评论 都是老实实 虽然是我认为很温和 但是有些人 已经觉得很不合理 尤其是针对特区政府 某些评论 针对特区政府某些评论 有些人是很不高兴的 据我的了解就是 今天 和明天 都可能会说一些 令人很不高兴的言论 哈哈哈哈 我说一些令人很不高兴的言论 也没办法的 有些事情我认为必须要说 我就会说的了 我个人就是这样的 我认为有些事情一定要说 我就不会有什么避忌 就是可能用词都会温和一点 但是有很多事情都一定要说的 好了 那陈启宗那件事先回来说一下 就是我也是宙事论事的 陈启宗那个情况 他其实在三月底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中国经济下行 是难快速好转的 为什么他会说这些事情呢? 他每年都会弄一封自古东咸的 就像巴菲特那样的 巴菲特他又弄一封自古东咸的嘛 除了巴菲特之外 之前过了一身的芒格 Charlie Munger 他也是这样的 陈启宗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弄一封信 就告诉股东 他就说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要跟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全面较劲的时候 对谁来说都是坏事 在现在这样的环境 任何企业的目标 应该都是保本保命 就不是大力发展 放过一个机会 总比失去整盘生意要好 他们这就是 为什么行拢呢? 过去几年一直保持紧慎 他们这些算是old money的人 就一定是这样做的 现在我评论一下他先说这些 但是我现在的朋友 他投入了一些新的产业的时候 其实他当然本身不是很有钱 他们就是博尽 所以你说会不会有洗牌的情况出现 有可能的 现在国内想搞的 叫做新质生产力 什么新质生产力呢? 跟晶片有关的 跟AI有关的 这些是新质生产力 还有绿色能源 严格来说也算是新质生产力 是会搞这些 有朋友也会躺在身上去搞绿色能源 那绿色能源其实行不行? 我认为如果AI这个故事 大家是真的跟美国吹下去的 因为现在美国是在吹的 AI这个故事是在吹的 AI这个故事一吹的时候 用电各方面的东西都会多很多的 除了用电之外还有其他东西的 所以这个AI不是第一步 就是取代人的工作 不是这样的 如果回头看之前 举个例子就是 做互联网 最初也说会弄死很多东西的 互联网事实上是会弄死很多东西的 但是整个过程是用了十多二十年 那么 AI的情况我认为也会类似的 那么大家现在也是 拿一些故事来加到自己的公司那里 举个例子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说他在今年8月 好像没有记错 他就会把这个robotaxi 投放在市场上 就是这个robotaxi 在8月投放市场 你说他是吹水还是一定可以 我认为马斯克是吹水的 他吹了一个故事出来 8月的时候就会告诉你 sorry了我们delay 我觉得他一定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要吹大件事 就是这个robotaxi 其实robotaxi是什么 其实这些真的是 没有司机的的事 没有司机的的事 那么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 老实实我是打个问号 我到现在也是打个问号 为什么我到现在也是打个问号 其实 你要去看看货仓就知道了 货仓呢 现在有些机械的叉车 自动的机械叉车 叫做autonomous forklift 那些叉车是自己做自己的 你告诉他要去哪里拿货 他就自己去那里拿 路线的全部都是自己规划的 现在是有这些东西 丰田其实是一家很大的叉车公司 他有做这些 另外呢 美国有一家叫crown的 他也是做这些autonomous的叉车的 他在一个货仓 差不多是完全受控的环境里面 他做这些autonomous的叉车 也不是很成功的 而且是搞了很多年 我告诉大家 其实是搞了差不多十年 搞了这些自动驾驶叉车 现在还未成功的 所以特斯拉她出来说 特斯拉她说 什么robotaxi 就是那些自动的 的士 没有司机的 没有的士司机的 老实实 我真的不认为 我会这么快成功 他现在是吹一些故事 因为他现在怎么说呢 他就说 因为现在的AI技术厉害了 我们特斯拉是AI公司 所以他就加了一些新东西 加了一些新东西 加了一些新东西 就更加强劲 就可以继续推出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 但是呢 在这个市场 只要有人相信他说的东西 就可以了 特斯拉 就是有人相信他 马斯克还是有人相信他说这些东西 他不是没有人相信他说这些东西 他放这个风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搞错 就是 星期四的时候放这个风出来的 特斯拉是 不知道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 应该是星期四 他说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的股价就提震了一点点 之后就再跌下来 那市场上 有没有人 认为他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 他很有趣的 他 这个报道 如果你留意一下 就是过去两天 就说了特别多 说Robotax 那么 他在市后交易时段 这个股价又涨了一点 这个特斯拉 所以呢 有些东西 你就看看他们 就是这个 美国的优势就是 他们可以把概念 都真的不行 他就已经可以变钱了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 金融的力量 就是美国是一个金融强国 你不能否认这些东西 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完全不理这个事实 就是美国是金融强国 这个事实他们是不理的 事实就是 就是 你现在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话 其实 要有办法 将它变成 在金融市场一个股票 才可以 其实国内现在最缺乏 是这个 你要搞新质生产力 没错 你要有人投资下去 才可以的 问题就是 现在 你有新质生产 你搞新质生产力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投资 没得大搞的 现在很难的事情就是 因为很难在市场上集资 现在这个是国内的风险问题 为什么说说陈继忠会说这些 因为他说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下行 就不是周期性 是结构性的 跟以前的熊市是不同的 他就说不能够指望形势快速好转 但是始终是会好转的 就是这样的 那问题就是 你说是结构性 那是不是结构性 我不认为是结构性的 他的说法就是结构性 为什么我不认为是结构性呢 如果你是结构性的问题 你是没有解释的 严格来说 你要处理整个结构才可以处理得到 但是你现在看看 中央的政策 其实 现在都是把这件事 当是周期性的问题处理 现在国内的经济下行 都是当是周期性的问题处理 就不是当是结构性的问题处理 你说 是不是真的可以处理到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要处理结构性的问题 就像陈继忠所说 那个阵痛就会很强 那个阵痛还要很久 其实就不是阵痛了 那 陈继忠 他这样说 是否对 他其实 这样说 就跟那些 那么巧 跟那些中国到顶论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的类似 就是中国到顶论 就是说中国有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经济就是到顶了 那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国内不是没有增长点 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新增长点 但是 那个新增长点 做不到一个财富效应 如果你搞新增长点 新质生产力 你做不到财富效应 就是不是社会 其他人可以分到财富效应 那是很难的 但是在美国 为什么他们现在 就是搞AI 那些 他可以把其他地方的经济 就是其他 经济部门的经济 他可以把其他经济的经济 就是因为他的金融市场 你现在说过故事 他们的金融市场在美国 他制造了很多新的财富出来 在过去几个月而已 都不用说一年 其实过去几个月 已经制造了很多新的财富 你说那些不是真的财富 那些是泡沫 我这个说法 我认为 你真的不了解金融 总之 纸上富贵也是富贵 纸上富贵也可以影响到实体经济 可以说是任督二脈打通了 当你任督二脈打通了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 有一个社会上 可以分享到的经济成果 这个局面走出来 当然不会整个社会的人都可以分享到的 但是 始终都是 他都可以做到市面 是趋向一个 就是 轻望的 起码表面上 是轻望的 状况出来 那 陈解忠呢 他又 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内房面对的困境 就是 政府就不准技术上 已经无力还债的公司破产 那 错误 敢挽救企业 只会导致道德风险 鼓励企业 示意借贷 其实他的情况 就不是 不是不让那些 就是 没有力还债的公司破产 而是 他没有力还债的时候 现在他还要做多一件事 就是要保交流 要保障 那些 小业主的 权益 那 陈启忠他的说法 就是说 个别发展商破产 就不一定会引致失业的 唯一真正改变 就是业权而已 如果监管制度到位 那 公司倒闭大多 都是个别事件而已 影响有限 但是现在的情况 不是这样 在国内的情况 就是 如果你让公司破产的话 就没可能做到保交流的任务 最伤害的人 就是拿了整副身家 去买房子的小业主 在国内的情况 我认为 中央就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出现 就是要 大部分人陪企业破产 业界来说 中央就不会让这些事情出现 因为 它有其他效果 它不是没有效果的 它不是没有效果的 整件事是会有其他效果的 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会令社会很不稳定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些苗头 譬如那些人不供楼 断供 某程度上是摆烂 某程度上是 你说它们摆烂 那些房子还没有收到的 就是它迟了交楼 理论上是继续要供的 但是它就不供 不供的时候 它做了些什么呢 就是 它就说 有没有搞错 我又不能住 我为什么要供 所以 你解决的方向 你只能够 是 補交楼 就是要房企 那些房企 那房企 会不会到最后都要倒闭 这是有可能的 这个不可能 但是起码也要補了小业主的权益 就是在国内的政治的实况 你一定要这样做 那 MCT就说 所以 他问如果不是结构性 那会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有些是周期性 他说的不是周期性 而是结构性 但是其实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 那 我认为是周期性的东西 那些人就说 是结构性 但是 我的看法就是 不是完全没有结构性的东西 但是你不能说它是结构性 因为 可能周期性的东西是占八成 结构性的东西是占两成 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 那 现在 那个问题 我认为 八成是周期性的 在国内的问题 八成是周期性的 在国内的问题 为什么是周期性 当然 有些人不是这样看的 有些人的看法不同 其实 还有一件事 有些事情 香港 现在 也有人说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 但我认为 很大程度 有些东西基本上是周期性的 到现在也是 那不是没有结构性的东西是有的 但是它的占比是多少 我认为 就是八成是周期性的 两成是结构性的 就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不过陈契宗的看法是不同的 那 陈契宗他有说其他东西 他有说香港楼市那里 就是 香港商业地产的收租可能会下调 香港公司的租赁收入很难上涨 就不要再说是否供应果证了 事实上就是需求大减 就是香港 现实的问题就是 很多东西是需求大减 当你在一个需求大减的情况之下 那些问题 你是要政府拿一些政策去处理的 为什么要政府啊 赚钱又不是交给政府的 其实呢 政府是有责任的 让市面看起来不要这么差的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那 还有 就是 香港现在 有没有搞全球最低税的吸引一些东西 其实 它是有的 现在是 现在 特区政府是想搞全球最低税的 就是 因为 会不会有些企业回流回来 就是这个 香港 那可能会有的 那当然 不知道 因为现在 全球最低税 就 会 这个是在 陈茂波的预计 财政预算案那里 因为你一推全球最低税 就在英国、日本、韩国先推 那些 经济发达的国家 就不会在税率那里竞争了 那 那 有没有其他的公司 譬如 那些离岸公司回来香港 做了非香港公司那些 那 可能会有这些 现在 香港又不是说 我认为差到不得了 之后 其实也是有机会 不过陈契中 他就说 近年越来越多人不想消费 香港本地消费额就随之下跌了 带动租金的水平下调 从而引致资本价值下降 甚至资本化率扩大 随着时间推移 他说的 香港和大湾区的楼价 会在某程度上吹动 但是他相信 这个对香港长远的竞争力 就不是坏事 那他看得很悲的 其实是 如果 如果大湾区和香港的房价 某程度上会吹动 那是不是人工都要一样 他又没有说这部分 他又没有说这部分 那是不是人工都要吹动 如果人工都要吹动 那大家就大事了 这是我的看法 不过陈契中他有说 他说 中国不宜投资 是西方一面之池 他就说 中国在未来几十年 可能会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地方 经济会持续增长 内地的世界级商业地产租赁业务 就是一个好机会 这样 其实 现在的情况 在国内 就是一线城市 都是受压的 租金 现实看到的 就是 北上广深 都是 他们的 写字楼的租赁市场 都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 这个 写字楼市场租赁问题 又不只是 北上广深 又不只是香港 虽然这个世界有些地方 香港 美好的写字楼的租赁 是没有下跌的 就像杜拜和新加坡那样 香港 其实是很惨的 就是 香港以前 那个人性会高些 但是 现在 为什么会 搞到人性没有了 那 跟特区政府做的 某些行为 是绝对有关的 有些人说是没有关的 这个是 纯粹周其成 我就告诉你 不是了 我可以听说不是这样 当然 我说的东西 你可以说 我不全面的 我 有些东西 你摊开来说的话 你想一想你就会知道 不是的 有些政策好像有些问题 其实是 那 那算了 我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就讲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我们先看一看 先 Zither Harp Zither Harp